朋友是可能不一定有固定上班地點 所以其實要找一個友善的地點 譬如說咖啡廳工作啊 或者是那個 就是要找地方閒晃 其實這樣的APP應該是蠻方便的 下個是我 那我不用穿場 OK 那那個 我 這是我的提案就是 因為我在四年前弄了球質小幫手 那球質小幫手的話 它是一個瀏覽器外掛 就是當你有裝這個瀏覽器外掛的時候 譬如在104啊 11啊 這些人力銀行 它在下面會跳出來說 這家公司在幾月幾號 因為違反哪一條勞機法被受罰 那它就是一個這樣子 一個單純的一個瀏覽器外掛 但是這個單純的瀏覽器外掛 讓我整理得非常的 就是辛苦 因為之前過去違反勞機法資料分散 就是它是 因為是地方自治的項目 所以是由各地方政府各自公告 然後所以每個地方政府 可能公告格式不同 有的是用e-sale 有的是用word 有的是用pdf 甚至有的會用圖片檔 然後 所以過去我為了要整理這個東西的話 我整理了大概 已經整理了大概六七百份的就是文件 就是因為有的地方是每個月 有的是每季 所以那整理的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到後來已經有點放棄掉這件事情了 但是所幸的是 就是最近勞動部公布了一個 大量查詢頁面 就是它終於把各地方政府的資料 全部匯整在一起了 所以現在終於有一個這樣的平台 就是可以集中去做搜尋 所以它的資料沒有比我完整 因為它的資料其實是 它好像很多縣市只有最新2017年的 它可能過去的沒有 那我這邊是有完整的 那 但至少就是我已經可以讓求助小幫手 變成一個固定更新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接下來目標是想要做到說 我今天想要做到就是 我想要把勞動部的這個資料 把它匯整進求助小幫手 讓它變成自動更新 所以求助小幫手就會固定 都會有最新資料 那更進一步的就是會希望說 因為求助小幫手我覺得要有更多求助者知道 然後他們才能夠去了解說 然後更容易了解說 到底什麼叫做違反勞基法 然後或者是說 他們要知道 因為很多公司其實它違反勞基法 但是求助者不去檢舉 因為他更也不知道說他違反勞基法 那可能也希望能透過求助小幫手 能夠教育更多求助者 說到底勞基法是什麼 然後什麼樣的情況下 它是違反勞基法的 然後讓一些就是 惡雇主能夠更容易的就是被受罰 或是讓他們會 因為違反勞基法而要承擔更多的成本 所以這是 就是我今天一樣 就是我想把求助小幫手復活 以及可能我們需要整理 所以也需要整理一些就是說 要怎麼樣讓大家更容易了解 什麼是求助小幫手 跟什麼是勞基法 所以就是以上是我的提案 好 那下一位小蟹兒